奥特曼外号千千万 那位大人左飞占一半 今天来盘点一下 十大奥特曼外号由来 十大奥特曼外号之时 坑哥小王子艾斯 没错 左飞初代赛文杰克 作为艾斯的兄长 也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艾斯每次战斗吃爹之时 总会喊哥哥们前来帮场子 但基本上每一次都会被团灭 前有被亚伯人将哥哥们挂上十字架 差点火火冻死 后有被西伯利特行人 将哥哥们变成铜像 就连奥特之父也被牵连 最终被西伯利特kill 随后被奥特兄弟给抬了回去 所以坑哥小王子艾斯 也被戏称为团灭先锋 十大奥特曼外号之九 隔壁老王 奥特之王 奥王虽然是光之谷的精神领袖 但他户口却不在光之谷 并且奥王长期住在国王心 而这个星球就在奥特之星附近 所以由奥迷会称 奥特之王为隔壁老王 不得不说 这个外号相当贴切 十大奥特曼外号之八 太子爷太罗 太罗是奥特六兄弟中最小的一个 但就是他和其他兄弟不一样 太罗是奥特之父与奥特之母亲生 而其他的奥特五兄弟 则是由奥特之父收养 太罗在日语中就是太郎的意思 也是他人间体的名字 而太郎就是长子的意思 在古代长子变为太子 这也正是立长不立贤的规矩 咱家太罗都起这个名字了 那以后肯定是奥特之父的继承人 所以太子爷太罗 也一直被大家称谓起来 十大奥特曼外号之妻 绿帽奥特曼 麦克斯 这源于麦克斯悲惨的婚姻生活 他在平成系 获取了女队员瑞希的青睐 当时的瑞希 无论颜值还是身材 在平成系女主里面 也是一位女生半的存在 只可惜多年以后 在杰德专属题为中 瑞希队员却摇身一变 成为了赛罗人间体令人的棋子 自此麦克斯绿帽奥的称号 一下火爆奥特权 甚至比起最快最强的称号 更为人所知 十大奥特曼外号之六 佐飞之盐头队长 这是佐飞最早的一个外号 在泰罗奥特曼大战火山怪鸟 巴顿一战之中 泰罗被巴顿给KO 佐飞赶来救援 结果不仅遭受巴顿一分毒打 而佐飞的脑袋 也被巴顿的火焰点燃 最终落了个盐头佐飞的称号 于是便有了以下这首诗 万里迢迢来地球 只为六地暴雪仇 巴顿送我打酱油 世人称为大盐头 从此盐头队长一战成名 十大奥特曼外号之五 借债大王欧布 欧布被称为新生代的借债大王 是有来源的 想当年 鸿凯使用欧布原始心态 于截断大战之时 因为不小心 误伤了心爱之人纳塔莎 从此失去原生之力 以后欧布每次需要战斗之时 都要通过至少两位奥特曼的力量 才能完成变身 这才开启了奥特曼借债的先河 借债一时爽 一直借债一直爽 于是整个奥特曼的力量 欧布基本上给借了个差不多 就连被老黑的力量 欧布都没有放过 所以说 欧布被称为借着大王 当之无愧 十大奥特曼外号之四 半健身卡的奥特曼 泰塔斯 泰塔斯作为泰家的搭档登场 他相比于其他奥特曼来说 泰塔斯是一位身体强壮 拥有全身禁术肌肉的奥特曼 甚至在每次大战之前 都会先秀一下肌肉 所以泰塔斯掩人成为了 健身房的代言人 因此也被奥米戏称为 半卡奥 十大奥特曼外号之三 灭霸奥 杰德 杰德在设定上 是贝利亚的儿子 他是通过贝利亚的遗传基因 创造而来 但是杰德从小心地善良 拥有一颗捍卫正义 达到黑暗的心 所以 尽管杰德得知自己的亲爹就是 宇宙大魔头贝利亚之时 杰德依然大一面亲的 将贝利亚打倒 最有名的场面就是 五子圈有老父亲的画面 更为巧合的是 杰德人间踢小鹿 在小时候还出演过 超音和传说2 在剧中 他操纵机甲 帮助塞罗打的也是贝利亚 所以大家戏称杰德是 小时候帮塞罗灭霸 长大后开始自己灭霸 十大奥特曼外号之二 杰癖王 赛亚斯 在平城系奥特曼当中 赛亚斯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存在 赛亚斯一共有两大特点 第一点就是他的变身方式 别人都是炫酷的变身器 而赛亚斯则不一样 他的变身器居然是一个牙刷 变身的过程也非常不一般 人间体要不停地晃动脑板 第二点就是 赛亚斯出了名的爱干净 更有强迫级别的洁癖 战斗时 只要有一点点污浊物 他便会红灯闪烁 无法战斗 所以赛亚斯荣获洁癖王的称号 十大奥特曼外号之一 佐飞之那位大人沙夫林 佐飞作为奥特兄弟的大哥 是一个仅次奥特支付般的存在 尽管佐飞没有自己的专属体位 但是他却凭借拥有最多的外号 而赚足了关注度 例如 沙夫林 好家伙 一个翻译梗 让佐飞坐实了沙夫林的称号 至于那位大人的称号 是这样来的 除掉奥特曼的计划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消灭奥特曼的计划 是佐飞定的 随后 百菜星人在被赛罗一举打爆之前 他告诉赛罗 所以这两个名场面一结合 便成就了 佐飞是那位大人沙夫林的称号 以上便是 十大奥特曼外号的盘点 至于赛罗为什么叫赛兔子 雷欧为什么叫格斗小王子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给出你们的答案